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医务人员 基层工作者 不畏艰辛 勇意坚守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已经启用了三家定点医院 第四家定点医院也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的床位应该是三千多张 各大医院的急救通道 二十小时待命 我们出车是752车次 救治病人是1100多次 本来有百分之二十多女人 是90岁以上 我们两个老人只能接近100岁 九到十个小时之内 我们是没有办法吃喝的 可能也没法上厕所 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二十小时的服务 我们自己就是工作的手机 也好 我们接到了其他的这样的求助的电话 这一个多月的话至少有一两千 只要我们一大四院黄马医院 接到了社区的电话 接到各级委建部门电话 我们一大四院应收尽收 立即组织人员及时抄救 这不是平时的看病了 这是像打一场仗一样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就是没有退缩的 只能往前走 因为你干这一行的 总是做意料的 那就是遇到的就是啥 既然选择这份职业了 可能就要兼顾这实力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持 冲击波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个挽救危重患者 就是我们的得人 那我既然学择了护理专业 我穿上这身护士服的时候 那我就要在这个岗位上 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完成这项工作 就是好像这个疫症 你想象它好像一个马拉虫 那我们每一个人 未必人都有能力 可以去跑一个马拉虫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 过程里面有人接力 总有一天我们会跑得远 好像冬天一定会过去的 我们一定会迎来村长发开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仍是吃劲的时候 大家都在坚忍不拔努力 曙光就在前头 大家在加把劲 坚持就是胜利 团结就是胜利